县长徐真卫17号在家府活动中特别提矿石开采特别税 希望议员支持5月底前能够通过 否则延宕一个月将少收8000万元的税收 影响县政各项的推动 县长徐真卫强调 府会要合作 这让座在台下县议会民政小组议员张怀文张美惠 以及杨华美大为吃惊 认为县长说法会让民众有误解 以为议员阻扰社会福利政策的推动 并认为县长徐真卫此举 会让民众误以为议员在党县府的社福预算 扣上很大的帽子 县议会上周五在议长张俊的财势之下 花莲县矿石税暂时搁置不审后 县长徐真卫学期号在出席家府中心润养活动中 致此时特别画风一转 提到矿石开采特别税 希望议员支持5月底前能通过 否则延宕的一个月时间 县府将少收8000万元的税收 会影响县政各项推动 花莲县好不容易我们自己开拓的一个 现有的收支裁员的收入 所以希望议员真的 在5月底以前一定要让他通过 请大家帮忙 5月底如果没有通过 延到6月中旬下旬 因为我们还有送中央审查的一个时间差 如果慢了 花莲县政府会少一个月8000万的地方税收 矿石税收8000万对一个财政五级的 县政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在这里 曾卫还是要拜托议员 真的这些的付出的款项 其实老议员通通都知道 所有的 所有的支出 支出的项目 科别 其实我相信每一个议员都知道 但是在这里还是呼吁 不会我们如果能合作 得力的是所有的乡亲 所有的孩子 县政府必须要让县民知道 矿石税的这个收入 这个科征的机制标准来源 那还有这个实际的运用的方式 那这个部分都要让民众知道 因为四年将近快要30亿 的这样子的一个矿石税的收入 怎么运用 这个金额是很庞大的 一定要是公开的 是透明的 那也不能够说 这一次的这个严审 就送到 等到定期大会再审 这个严审的这个 会有一个月的空窗期 那可能会短收8000万元的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矿石税的收入 这样的说法 其实也不是那么的明白 让民众了解 而这个是在误导民众的 我们认为县政府应该都要说清楚 要讲明白 县议员张美慧拿出资料表示 并以105年 106年的花莲县矿石税收为例 矿石税从105年 1.5亿增加到 106年的8.4亿 税收增加6.9亿 不过社福支出 仅仅增加了7100万元 民国105年跟106年 但是用在社会福利的支出上面 在105年是用了5.59亿 106年的社会福利支出是6.3亿 所以这两年是增加了7100万元 也就是说在105年跟106年 我们的矿石税增加了6.9亿 但是我们的社福支出只增加7100万元 那大概只有10%的比例 的增加的幅度 在从这个矿石税的这个增收的这个数字看来 所以县政府说 有多数的 绝大多数的社会福利支出 都是从矿石税收入的这个收入来源 我们认为这个数据不是那么妥视 应该要跟花莲宪明来说清楚 张美慧强调 对花莲的社福预算 包括中央补助以及限制筹款 没有删过任何一毛钱支持社福工作推动 而县府在矿石税的使用 应该向县民说得更清楚 而不是有意的所指 让民众误以为一元在阻扰县府的社福预算 记者刘明胜花莲采访报道